各位同學,但你先吃飯之前學習法文字 這個Ian Gouffre很讚的 無論是做餅還是做人 都要懂得dousage dousage這個法文字究竟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份量適中 做食物或代人節物 都可以用這個字形容 我阿公會點譯呢,他就會說dousage 記得要做人有分寸,有一個好的dousage 這次和你去一個比較新進的 法國甜品廚師,很出名的 他現在的新的甜品廚師不是我大肥佬 是一個帥哥的,叫做Ian Gouffre 好了,Ian Gouffre 他就用很多很classic的法國甜品 但是這個twist變一變 例如這個barie presse 它跟一般的barie presse有少許不同 因為裡面有很多雲尼納的 而一般的barie presse是沒有的 darte citron darte citron就是檸檬塔 大家就見過了 但是有沒有見過鋪滿了椰子鬚的呢 這個呢 開心果 pistache 這個開心果除了質材實料布滿了之外 還加上caute caute就是大的青梨子 croissant bache au coure 你看它除了很有光澤之外 鬚皮也很十足 旁邊這個壁你看見都流口水了 cougl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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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省 法國東邊的省 Anzazs 是一個傳統的東西來的 你看這個piyosh piyosh 看到也流口水 我很想嘗一下它一些鹹的東西 它做了一個好像sandwich的物體 但是就是酥皮的 酥皮sandwich 究竟這個法式hot dog是怎樣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叫做hot fox hot fox 那有一些ham 這個呢 就之前susis 就是好像 一隻腸一樣 有somo salmon 又或者菇類的 我很想嘗一嘗它這個 超級hot dog 酥皮hot dog 看一下好不好吃 我們現在呢 首先就是吃鹹的 吃完鹹才吃甜 鹹這個呢 就是好像法式hot dog 哇 酥皮的 好 就用手了 嗯 你看到它呢 那些層次都知道是很酥皮 嗯 嗯 嗯 它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因為呢 它除了酥皮之外呢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汁 哦 我覺得是少許芥蘭汁 就是像hot dog的芥蘭 哇 好美味啊 哇 如果拿回家呢 焗花熱 是一種好吃 很好吃啊 這些脆脆的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 問問它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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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這個是呢 炸了的洋蔥 難怪它呢 這麼鬼死香 好 那 試一下那些食材 那首先呢 我就想試一下這個 這個 MIRCI MIRCI這個塔 試一下 嗯 嗯 那 通常呢 你一切下去呢 你就知道 那個塔底 好不好 哇 好棒啊 看看 裡面 試一下 哇 哇 它那個MIRCI呢 我猜是超級美 它的香呢 好 即是未等到入口 那個MIRCI的香 已經出來了 哇 真的很棒啊 哇 很值得 很值得來試啊 好 通常呢 吃甜品都是由 最不濃味的 慢慢吃到最濃味 所以 巧克力一定是最後 OK 看看這個MIRCI是哪一款 好 一刀切下去啊 哇 哇 很棒啊 哇 很放縱啊 這個 哇 這個很放縱啊 先試一下 哎呀 整個人心情好 嗯 嗯 這個師傅 這個師傅 真的挺厲害 因為呢 通常呢 很多蛋白的東西 那些東西呢 通常會做到很實 但它做到是很鬆化 還有一點都不甜 吃下去你覺得很有質感 所以這個真的是高手 真的高手 很值得來 真的超級好吃啊 好在有在我家附近 我一定會再來試一下其他東西的 看一下 哇 那個師傅 挺英俊的啊 下次我們再說一次吧 拜拜 拜拜